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坤哥教你吃》 我刚刚做的这个动作 你是不是有点印象 国外很多大神也做了类似于这个动作 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分享给大家这个动作 因为我觉得这个动作并不难 你加以练习一定会掌握的 走 跟我一起来吧 第一步我们要踩踏加速到一定的速度 这个速度不能太快 如果太快的话 你会转过去的惯性会过大 你掌控不了 也不能太慢 太慢的话 你借用不了这个向前的速度的惯性 你的转尾很难甩到180度 要掌握一个匀速速度向前前进 当你找到匀速前进的速度以后 你要就准备甩尾的动作 首先我习惯于往我的右侧飘移 所以在飘移之前 我首先需要往右边打方向 顺势快速朝左方向 然后顺着转向的力量飘移 这个过程中要捏死你的后刹车 前刹车要稍微带一点点 这样会让你的后轮快速失重 重心靠前压捏住你的前刹车 这个时候我习惯于朝下看 看住你的前轮压住你的车法 这时候腰部要有一个支撑力 让你的后轮用腰快速的甩过去 保持你腰部的稳定性 这个非常关键 这个就是飘移入弯前的准备 开始飘移后怎么样能转180度呢 首先我有几个技巧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是当你压低重心以后 其实像一个原地转180度的动作一样 前刹车的控制也是这个动作的关键一步 控制前刹车可以让你后轮更好的失重 减少你的摩擦力 这个过程中要腰保持一个稳定性 控制好你的后轮 不随意乱摆 摆到将近180度的时候 就是你的做法 当你转到180度以后 我们就要准备怎么样把车头掉转回来 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将你向前的速度一定不能失去 当你掉回来以后 向前的速度依然存在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依旧还是一个向前的力量 这个时候把这个力量转换成倒车的力量 顺势回来 到车的时候你要头突提前看到你想去的地方 前轮打反方向 顺势转过来 在这个过程中 你一定不能忘了脚 你的脚踏在飘移前是一个水平的过程 飘移结束后和你飘移前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要顺势 如果你脚踏倒转的时候慢的话 会被向后的力弹起来 这时候你会脱离脚踏 这个动作就是飘移 这个动作还跟两个动作有相关 第一个是白尾的180度 还有一个就是全轮滑转向 如果你想知道这两个动作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 跟我们一起学习 感谢观看本期 坤哥 江耀尼奇 下期再见咯 下期再见咯 そうですね 你应该怎样 今有欢迎讨论 我计算是在这一面 做我们的身材 掌握草 谢谢观看